烟架长渔船查扣千万走私烟 烟架航长带动走私猖狂 宜兰县苏澳海巡队昨天清晨在东奥外海 查获一批336箱市价超过千万元的未遂私烟 办案渔船与25岁船长简英奇和4名外籍渔工全数查扣 苏澳海巡队13日晚上获报走私勤之 透过雷达扫描 发现投诚及金德胜26号船行机可移 害两艘海巡舰艇在东奥乌石鼻居案两里处攔货 并在船舱内起出336箱 共16万8千包的中国福建黑金桥红金桥牌私烟 涉案的检信船长说 私烟是在三雕角外海与一艘铁壳船接洽 以10万元代价协助走私 以每包涨25元计算 若闯关成功就多赚420万元 海巡队卓江船长等5人 依研究管理法移送 并追查私验来源与幕后集团 董新闻 以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